11月6日,刘佳玲出席了在香港举行的某品牌化妆品新品发布会 会上刘佳玲表示,虽然自己的眼神越来越有自信的神采 但是和梁朝伟的眼神还是不能够相比 佳玲认为,梁朝伟的眼神会从内心中透露出一种神秘的 惹人怜爱而又充满智慧的大男人的感觉 我的眼神蛮有自信的,而且越来越有自信的神采 人家来说,阿伟仔的眼神是最绝命的一方面 你觉得你是不是可以改变相当呢? 不能比,她的眼神是无敌的 我觉得她的眼神在内心的深处里面 透露出一种很神秘的 然后又惹人怜爱的 又很有智慧的大男人的一种眼神 非常难得 佳玲称男生眼角的细纹会让他们更有沧桑的味道 对于所谓的进食事件 刘佳玲解释说,自己并非是不让梁朝伟吃东西 而是碍于当时周围都是摄影记者的关系 更希望韦仔可以再回到酒店后再放松的品尝食物 相对来说,我觉得男孩子好一点 因为我不介意男孩子有一点点的细纹 我觉得更有一种男人的创伤的一种味道 对,我是不让她吃东西 我没有不让她,我说叫她晚一点吃东西 因为在我们现场有很多很多摄影机啦 镜头啦,对着我们 我想如果她吃东西的话 会一不小心拍到一个不好看的那个照片 对她来说不太好 所以我还是劝她回酒店好好的 relax的吃一顿 舒服一点的比较好吧 谢谢大家